既然在和平醫院有兩個確診案例 而且是到肺炎程度 目前在萬華地區可能還有散在社區的確診者 只是說要打出來 所以今天我們在萬華要設四個快篩的站 分別是中興醫院、和平醫院、西原醫院 這是本來就有的 另外我們在柏皮亞 按照中央的建議 要加設一個快篩站 因為要時間準備 所以我跟他們下令說 在今天下午四點可以開始作業就可以 以後我們的快篩站 就是從早上八點作業到晚上十二點 半夜是暫停 什麼樣的人要來做快篩 4月15號以後 凡是有去萬華區的茶餘館的工作人員跟顧客 還有曾經因為發燒上呼吸道症狀 在萬華地區就醫或藥房買藥的民眾 不限萬華區 再來是因發燒或傷呼吸道症狀 曾經在其他醫療院所就醫至萬華民眾 就是說你是萬華的民眾 但是到其他地方去就醫 或是其他地區的民眾到萬華就醫了 都可以來做篩檢 那遊民外配跟弱勢族群 這個我們都會處理 第一點 遊民我們社會局 因為我們幾乎每個遊民都有社工 在負責 所以這遊民我們社工會帶他來做 外配 這大概 反正該做就做 比較特別是 這地方要很鄭重宣布一件事情 台灣目前大概有超過五萬名 沒有身分證的外勞 凡是來做檢查的 或是因此就醫 一定我們會給你特色令 現在很多外勞都怕了一來 就被抓起來 今天為了防疫的需要 外勞有特色令 不會因為來就醫 就把你遣送為果 這不會 如果是族群 這個我們有民政系統會去處理 但還有一點 如果民眾覺得他有需要也可以來 不過坦白講 我覺得這樣 有症狀的才來 發燒咳嗽 流鼻水上呼吸道 有症狀的才來 沒事也不要來做心安 那也沒有意義 因為如果再檢護期做也做不出來 再來是我們這次來做檢查 原則上是 除了原來的RT-PCR也外 我們會再加做一個 這批Antigen Test 就是快速抗原檢測 因為這樣 那個大概十五分鐘 就可以知道有沒有 但是他比較不靈敏 那為什麼要加做你知道 因為如果RT-PCR要等一天到兩天 這個等待時間很麻煩 所以一般來講 如果是 那個快速抗原檢測做出來 證的當然就送住院 富的話 沒有保證你沒有病 可能你量還比較低 不過一般來講 那個傳染率比較低 所以在還沒通知你 最後RT-PCR之前你知道 你還是要保護自己 等最後結果確定才知道 那另外只要是被 正確診斷出來的 說你是 確診者你知道 那個 住院的問題 我們是拜託中央統一調度 因為 因為台北市 在台北市裡面 所有醫院也不是台北市政府管的 所以 確診案例 未來在這段時間 如果有發現很多個要住院 這拜託中央統一調度 所以我們大家一起來 因為傳播速度很快 病毒不等完 我們趕快全面大清銷 鎖住疫情 市長這個全面清銷 是因為還有掌握到其他的資金嗎 還是 就是為了幫助的考量 那因為你講的是24小時 所以在深夜的時候 也還是會有幾大清潔消毒工作 新北市為什麼做24小時的清銷 而且29個區全部總共有 因為這一次的疫情 可能不單是新北 台北 宜蘭 基隆 包括先前的桃園 都有切診個案 頻頻出現 新北市剛好在位基中間 新北市跟幾個縣市全部鄰近 不管新北市只有這六個區塊 有切診直擊 其他的也許很多的直擊 還沒有完全掌控 我們寧可超前部署 先做 先落實的 呼籲去市民們 商家們 我們所有的公共領域 把清銷做到底